你觉得国内老百姓先饿死还是台海先打起来 去年一共是二十几万人自杀呀 这个是网易新闻的数据 你觉得老百姓先饿死还是台海打起来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老百姓先饿死 好吧 2024年上半年 国内现在自杀人数网易新闻 23万 26万 自杀的人数 80%以上是因为负债 所以你觉得这个景象 我觉得乱起来的可能性会很大的 乱起来的可能性很大的 比打台海快得多 还有人问A股能不能投资 这个东西还用我告你 你们自己难道不明确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在所有领域开始抢钱了吗 所有领域开始抢钱 这远洋捕捞 钓鱼 这是不是都算是抢钱啊 非税收收入是不是都是抢钱啊 水电气的涨价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是抢钱啊 某种程度中共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因为太缺钱了 所以呢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拼命割酒菜和做各种方式去抢钱 对你们看看现在银行系统多搞笑就为了留住流动资金脸都不要了 对吧咱们在网上看啊 十万二十万转账 要报公安报警报派出所来查你 你要不能说清楚要转账资金的来源 银行就不能给你转账 提现也是一样的 很多银行报公安来查你 你提的现金的合法收入来源 这他把自己的钱 为什么给你设这个 就是为了钱中共现在脸都不要了 然后有一些小的地方的村镇银行和城市合作社 已经出现倒闭跟携款跑路的景象 只是中共不给你报道而已 如果需要下次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名单 那咱们也都知道 穷的地方七百多个 中共一共才多少个县呀 中国七百多个县级电视台都关门了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刚出的信息全部关门 也就是所有的县级电视台养不了自己 就穷到这个份上 那大家想想 现在中国没什么人听收音机 也没什么人 现在电视如果你再去了 那中共有什么紧急通知 属于要通知到全国所有人的层面 那你就只能剩有手机了 只能剩有手机了 手机发短信 因为你不敢用其他系统 其他系统有问题啊 对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没办法 就穷到这份上 那回来我再问大家 你们要真的确认 中共就穷到这份上 工资发不起 从保六争八到保三争六 你们指望中共还能给你们提供一个叫股票交易市场的地方 让中国老百姓能从这里面挣钱 这不是做白日梦吗 就这种地方但凡出现一定是中共想办法在里面挣老百姓的钱的 就是中共怎么可能还开一个平台 让中国的老百姓能从平台里面去挣钱的 这怎么可能呢 那穷的都这样了 你家里穷成这样了 你背着一屁股债几百万亿 你会那一平台让别人挣钱吗 所以这种白日梦就别做了 对 所有的东西都下来 所以呢 这个大家就知道了 经济 经济大面 小面咱们以后慢慢讲 换美元呀 还能不是讲半天吗 当然了 当然了 好吧 国内的基金行业 老是怎么看 哎呀 我让你看啥呀 都讲了半天了 中共都穷成那个揍性了 你说这个行业咋看呢 我能跟你说咋看呢 特朗普上去了 还有机会移民美国吗 你要正常移民 美国是经营教育 通过正常能证明 你是经营美国需要的人才 还是能去的 但是否则的话 你可能就移不了了 啊 小老师买什么数字货币 我还没买呢 我要进这个行四季 看一看 对吧 我只是被人家那个 推荐了推荐 啊 推荐了推荐 啊 一个小姑娘给我好好讲了讲 所以呢 我就是推荐了推荐 两个这种领域的 大腕 竟然都是女孩 所以这两个女孩都给我讲了讲 啊 能认出是谁吗 所以呢 就就就那个什么 啊 有个女孩在底下 还有个屋子 所以就就就就就 就让我慢慢懂一些东西呗 印度股市能投资吗 啊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这个你也得看机会 我对印度股市不是很了解 我只知道它股指一直在涨 但具体能投资 是不是有很多限制啊 你将来投资的钱 你是不是能带的出来啊 你带不出来 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啊 澳洲股市房产 我不太熟悉澳洲啊 但是我觉得发达城市每家英澳新都会性 呃 这个投资回报率不会很高的 租售比不会很高的 就如果想租售比高 还是要经济发展的很快的这些地区 法律上有保障的 全球英望中海飞飞不了啊 国内的这个监控系统 中南海上面监控系统很完备的啊 北京上空都不能飞东西 飞过去会被打掉的啊 所以不行 这有点太快了 我这慢点 我已经看 这有点太快了啊 讲一下日元啊 哲老师 哎 我不知道日元啊 我没分译呢 我分译分译日元吧 我分译分译日元吧 好吧 啊 老宅没追求了 需要新的刺激 哎呀 我不是新的刺激 就是 有一天你们人生到这个岁数 快60岁了 你们到这个岁数 你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困惑 就是为了活着 活着是我最不愿意的 每天总重复类似的东西 但是又没有办法 嗯 像兴肃老怪 我没那么大本事 兴肃老怪会春秋吧 兵春秋吧 那就这样 今天大家也没有问题 看大家多沉浸在这个 美国新总统的欢乐之中 那就让大家多沉浸点吧 八卦也就看完了 就告诉大家 其实没多少钱 就是因为你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在英国啊 你们去小红书去很多地方看一下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抖音 一个孩子在 英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帝国理工上学 上大学 然后花了三百万 家里的三百万 全家人所有的积蓄 结果学习还没有毕业 他现在没办法 跟朋友借钱 他都不敢跟家里说 因为家里所有的积蓄三百万 就让他在帝国理工上个学 之后连学费和生活费都不够 这就是海外的生活条件 在英国如果你生活在什么不明旱 一些其他城市或乡就还好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伦敦 那个城市就是一个销金窟 花钱的速度根本 跟大家平时在国内的速度 无法去想象 完全不一致的一种 花钱的速度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叫游戏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很贵的事 但如果你要是在英国伦敦生活的话 你才知道这个挺简单的一个事 挺简单的一个事 那就这样 就这样 伦敦生活 所以伦敦的老百姓 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不住在伦敦 在伦敦大部分工作的人 都是住在郊区 然后都是开车 或者早上坐火车去上班 晚上再开车或坐火车回去 我认识伦敦很大的老板 每天在路上上班跟下班的时间 要花四个小时 开车两个小时上班 晚上下班 开车两个小时回去 很大的老板 对 就是伦敦这个城市的 消费的昂贵 那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八卦看了 希望国内的朋友住眠 早点休息 希望海外的朋友心想事成 感谢大家 今天要花时间 听我瞎比比 谢谢大家 谢谢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一切都会的